但你荣耀的光辉耀眼熏悟 无人能靠近 你是无始无终 无形无体 智慧无边无际的神 谁可以与你比拟呢 我们要敬拜你 歌颂你到你 歌颂你上帝 很不常在荣耀万一地 黄辉耀眼熏悟 无人能靠近 是无终 心中心只能为 无边无际 歌颂你 歌颂你不离 无始无终 无形无形 谁可以与你 都要不忘相遇 去上帝生 买尽买力 买入力 把你心 无处于你 你是慈爱美善的上帝 同管万能 无限全命 无所不及 无所不及 我都坚定不已 我都坚定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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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 vida 我都盼争你 我身亲 祈祷 永远不改变的上帝 你创造万物 不分大小 你赐予他们的气息 世界万有 也抗你全国 因为你是真正的圣灵 我们赞美 你赐予他们上帝 从我的意义 我会见得你 道出我海洋方 他们的无力 世界万有的 你赐予他们的 我会信你 所以我会信你 你赐予他们的 你赐予他们的 我会信你 我会信你 你赐予他们的 我会信你 我会信你 有术与你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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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海潮地努力 不要哭到降低 天上与生的草莓 从来见百名百目的 无始无重 无形无体 全能的上帝 没有丰盛的恩典 我们的罪孽 因为主耶稣得以赦典 所以我们要献上一生 来敬拜你 来爱慕你 我们的心也永远属于你 我们看 好 我们一起站立 来敬拜 哈利利亚 正在高神的面前 一种圣堂 欣赏续热的精彩的范围 高神的面前欢喜一跳 在哥斯特的世命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我们的心都在 避免 我们的心都在 爱的上天上的热 头上的乌鱼 心灰的忧伤 却可烦恶 生命的客 喜乐的客 缓缓留紧我的心窝 生命的客 喜乐的客 缓缓留紧我的心窝 Hallelujah! 我要唱的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偶像的乌鱼 心灰的忧伤 全都放 我要唱的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偶像的乌鱼 心灰的忧伤 全都放 圣灵的客 喜乐的客 缓缓留紧我的心窝 圣灵的客 喜乐的客 缓缓留紧我的心窝 Hallelujah, better be true Hallelujah, better be true 哈利利亚 堪费耶稣我的主 让我先唱起来 我要唱那一首歌 踩上天上的歌 头上的舞力 心里只有伤全都唱 哈利利亚 我要唱那一首歌 踩上天上的歌 头上的舞力 心里的忧伤全都唱 我要唱那一首歌 踩上天上的歌 头上的舞力 心里的忧伤全都唱 头上的舞力 头上的舞力 心里的忧伤全都唱 全都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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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まalu 哈利利亚 耶稣 Chi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我们一起来宣读神的话语 邀请弟兄姊妹们一同站立 今天宣召的经文来自诗篇第82篇 诗篇第82篇 神的话语说 神站在有权利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行审判说 你们审判不禀公义 训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申冤 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 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 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你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我曾说 你们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 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神啊 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因为你要得旺邦为严 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这世界都世界 让我转而倾听 一首歌唱 伴无相依 请真同声赞美 这世界都世界 我轻慢有平安 书作画草难天避堪 书说天赴全面 这是天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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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明亮 奈花美丽 悬崖创造大人 这是天赋世界 爱充满世界 风吹草笼 将它表现 万物串探念 这是天赋世界 爱充满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 求主将我不忘 黑暗时力 虽然长风 天赋全人作王 这是天赋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上帝时光 宇宙万丈 除恨空之外旁 这世界不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上帝时光 宇宙万丈 除恨空之外旁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祷告 耶稣 你是爱我们的神 你为我们降师为人 来到世上 主 你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的心灵 拯救我们的身体 主 你拯救我们的眼睛 你也拯救我们的耳朵 你在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神 你拆遣你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与我们同行 你拆遣你的圣灵 来到我们的内心 时常的来感动我们 主啊 我们今天早上 又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全然是因着你的恩典 主啊 罪人的脚步 不会来敬拜神 唯有因信称义的人 才会来敬拜神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把信心的种子 栽种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感谢你 你看中我们 你不丢弃我们 主啊 我们本来是 应该死在粪土当中 死在地狱当中 但是你却愿意 接纳我们做你的儿女 耶稣 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 我们全然地向你献上 我们的感恩和赞美 因为你 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 因为你 我们可以称你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主啊 求你来到我们当中 帮助我们今天的聚集 向我们的聚会吹灵气 把我们内中一切的惧怕 一切的邪恶 一切的污秽 一切谎言的灵路除去 让我们一同地相信 基督在我们当中 作作为往 主把余下的时间 交托给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请坐 好 我们接下来要读经 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来自 撒加利亚书第十章六到七节 那有两节的经文 我们以 其应的方式来读 讲台读一节 弟兄姊妹们来读一节 神的话语说 撒加利亚书第十章六节说 我要兼顾犹大家 拯救约瑟家 要领他们归回 我要连续他们 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 都因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 感谢主 上个星期呢 我们以以色列人的故事 开始这个系列的讲到 这个系列呢 讲到意象 讲到我们眼睛里面的看见 那么刚刚这段经文讲呢 神要恢复犹大家 要拯救约瑟家 那这样子 他们日后呢 他们的眼睛就要看见上帝 那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讲到 这个讲 这个系列的第二个讲章 那在新约和旧约当中呢 弟兄姊妹们 有很多的例子 神给人全新的开始 上帝是一位 给予人第二次机会的神 神常常的给人 第二次的开始 他常常的给人 不断的有新的起点 所以我们的神 他的specialty 弟兄姊妹 他就是给我们第二次的开始 所以他常常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次一次制造出新的东西 来给我们 让我们有新的开始 所以他就说 他在末后的日子 要兼顾犹大家 要拯救约瑟家 要领他们归回 神说我要连续他们 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 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 是不是很高兴 神他知道我们 生命当中 每一个痛苦的经历 兄姊妹们 我们在过去一年一年当中 每一个经历 上帝都知道 不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发生过什么事情 发生过好的事情也好 坏的事情也好 神都有能力 使这一切都更新过来 所以上帝他常常会 做他所需要做的那一部分 做修理的工作 然后呢 使他的儿女们 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在想 数不清有多少次 在旧约当中 以色列人一次一次一次 去背离神 那么神呢 一次一次一次 又让他们转过来 归回上帝 所以上帝 当他们背离犯罪 污秽跌倒了之后 上帝又给他们 全新的开始 所以在和西阿苏 十四章五节说 我必向以色列 如甘露 他们必如百合花开放 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 所以这两段经文 都讲到以色列人 他们失败跌倒了之后 上帝怎么样 给他们有新的开始 那讲我们 所有的人呢 讲大众呢 诗篇 一百四十五篇 十四节说 凡跌倒的 叶华将他们扶持 凡被压下的 将他们扶起 弟们姐妹们 你有没有跌倒过 有没有被压倒过 你有没有想要放弃 但许多时候 在重重的重压当中 你有没有想过 哦我就算了 我就一走了之了 弟们姐妹们 我想要说的是 还没有 还太早了 在你要放弃之前 先来见神的面 先来敬拜神 先来看看神 先来见见 看看上帝的话语 里面有哪些的启示 给我们 所以今天在 这第二个讲章当中 我要跟兄姐妹们分享 在意象当中 上帝怎么样 给我们新的开始 常常 其实每一天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兄姐妹们 今天早上 我们来敬拜神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星期 新的开始 所以我们常常 在新的开始当中 但是在当我们开始 一段的日子 开始属灵里面 观看意象的时候 神的话语 给我们一些步骤 告诉我们 要有新的开始 哪些步骤呢 我自己看到的 第一个步骤是 不要再找借口说 我不想开始 不要再找借口说 我不想开始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 什么事情都很喜欢 找借口的人 你要知道 弟兄姐妹 那些什么事情 都很喜欢 在教堂里面 什么事情 都很喜欢 找借口的人 他其他地方 不会好到哪里去 他在教堂里面 找借口 他在外面 也会找借口 他工作也会找借口 他在家里干活 也会找借口 各种各样的地方 他就会找借口 那要知道 其实拦住 我们走向成功 在意象里面 看见神 看见上帝 给我们那个亮光 最大的阻碍 是什么呢 借口 人很喜欢 找借口 我这个不行 我那个不行 那我要更进一步 圣经里面讲到 四个最普遍的 最普遍的借口 圣经里面来的 他说 人说 我没有这个资源 来做事情 我没有 我没有那个力气 去追求我的梦想 我没有那个资本 我没有那个能力 去追求 神给我的意象 我没有办法 去做上帝 教给我做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人物 比如说摩西 还有耶利米 还有许许多多的先知 当上帝把任务 放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 他们就说 神我不行 我不行 所以他们喜欢 用借口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的嘴巴像 哑巴一样 不能讲话 他们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又没有读过书 我是一个农夫 所以很多的先知 都出来跟上帝说 上帝我不行 所以这些都是借口 那么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 借口呢 说自己不行 没有办法呢 是一个人 是一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基电 那么神就来到这个年轻人 基电那里 跟基电说 基电 我要用你 我要用你把以色列人 从那个压迫当中 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 处在米典人的那个压迫当中 处在外邦的敌人的压迫当中 上帝说 我要用你去救他们 那么基电怎么回答呢 基电说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 是至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耶和华对他说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典人 如击打义人一样 弟兄姐妹们 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个上帝来到基电那里 那他在软弱当中 他就说 我实在不行 我实在不行 我家里又小 我又是最小的 我是最软弱的 但是上帝说 我跟你同在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你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其他地方 在世界当中 你去传福音 你说自己不行 你说我这个不行 我那个不行 你没有那个安全感的时候 keep in mind 记得 你做这些事情 不是你做 弟兄姐妹们 不是我在做 不是你在做 神说 我与你同在 是上帝跟我们做 我们 我们做每一件神的事情 我们如果凭着自己做呢 那件事情绝对会失败 那件事情绝对会带着血气 那件事情会带着人的自我 但是上帝说 我与你同在 所以如果神跟我们同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依靠 神的信实 神的保护 神的能力 神的共益 神的权柄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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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所以你要不要找借口 当别人叫你做一件事情 你说我不行 我没有那个资源 我没有那个资本 我没有那个能力 这是圣经讲的最 最最普遍的一个 借口 第二个借口呢 很多人会说 我以前失败过 我以前失败过 我不行啊 弟兄姐妹妹 谁没有失败过 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败过 我们是你我 都是我们过去的产品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 活在我们过去那些阴影当中 那些失败当中 那些错误当中 我们每个人是被我们的过去所塑造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我们非要活在过去那个牢笼当中 我们有一个选择 当然有些人面对过去的时候 弟兄姐妹妹 他们喜欢选择做受害者 他们觉得自己是victim 他们说哇我好可怜 我过去失败过 过去别人就对我怎么样 弟兄姐妹妹 除非你自己选择做受害者 要不然你的过去 没有办法再去抓住你 我相信在我们的过去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身体也好 心灵也好都受过伤害 别人或者打过你 或者心灵上面 别人欺负过你 那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上面 都留下了疤痕 但是没有人可以用我们的过去 来毁掉我们的生活 但是圣经说谁可以呢 我们自己可以 要记得弟兄姐妹妹 没有一个人可以毁掉 用你的过去来毁掉你的生活 只有你自己 你自己如果愿意用你的过去 来毁掉你自己的话 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过去就好像桥底下的流水一样 它每一天都流过去 我们的过去不需要再控制我们 除非我们自己要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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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过去当中 让过去来掌管我们 所以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 在以赛亚书43章18节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所以这里圣经怎么讲 以前的事 不要纪念 也不要思想 过去的事情 你就让它过去 过去的失败 你就让它过去 过去的错误 你就让它过去 让它像流水一样的流走 那肯定有人会说 那我过去的失败怎么办 你过去的失败 你祷告 你诚心的认罪 上帝说我们如果认我们的罪 它是信实的 它要赦免我们的罪 如果你认罪 赦免我们的罪之后 你怎么样 你自己往前走 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个圣经里面讲的 人喜欢找的借口 人说 有很多的东西 我无法控制 弟兄姐妹 of course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然是你我无法控制的 我们的身体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他该生病的时候就会生病 这是我们最无奈的 我们很想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但是呢 他该生病就生病 所以人就是这么渺小 人渺小到一个地步 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控制的 他要生病就生病 尽管人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法 我要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 保护得年轻漂亮 但是没有 他继续会生病 还有天气我们也不能控制 经济也不能控制 还有我们也更加不能控制其他人 我们也不能够控制这个疫情 到底会持续多久 还有千千万万的因素 弟兄姐妹 许多人来做上帝的事情 许多人在看未来 要看那个意向的时候 他们说 很多事情我无法控制啊 我怎么办 弟兄姐妹们 许许多多的事情 千千万万的事情 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控制他们 但是有一点很确定 我们可以为神而活 神叫你去做什么 你去做什么 在这一切不可控制的因素当中 你怎么做呢 我们管好那些 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 有许多人 他们一方面抱怨 说我有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控制 那其他的呢 他该管好的 该管好的都管不好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把我们该控制的东西 全部把它管好 然后其他的 交给上帝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有太多太多太多 我们周围的事物 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呢 我们把自己该管好的事情管好 该做的事情做好 你有没有该把属灵的 最基本的事情 把灵修 把祷告 把礼拜守住 这是我们该管的 该做的事情 那么其他的东西都交给神 有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控制 比如说呢 有些人来到教堂 他就一心的感恩 有些人今天早上来到教堂 他就很感恩 自己可以来敬拜 来赞美 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还有其他人呢 弟兄姐妹们 他一来教堂就是抱怨 一来教堂就是看到别人的瑕疵 一来教堂就是complain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两种不同的态度 你可以控制你的态度 我告诉你 你可以控制你的态度是 要感恩 还是要抱怨 你可以控制你的反应 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反应 许多人呢 让自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reaction 他就让自己的情绪就跳出来 你也可以控制你自己 多少事情上你选择相信神 这是你可以控制的 你可以控制你多少时候 你要去把时间奉献给神 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弟兄姐妹们 你可以控制 你可以管好这些的事情 然后其他你管不了的事情 What you do Live to God 你就Trust God 你就交给神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我跟一些人谈话 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那因为疫情的缘故 他们把生活里面一切的东西 都停顿下来 他们好像觉得这个疫情来了 就世界末日一样了 我知道我们当时有些人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们什么事情都没做 他们觉得世界末日来了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他们做什么呢 等 他们就空等在那里 我要告诉你 空等的人是最沮丧的 空等的人是最沮丧 是最生气的 所以你有时候动不动 看到是不是飞机场的人 就在那里打架 飞机场的人打架 飞机上打架 超市里打架 对不对 随随便便当地就打架 because of war 他们很生气 很沮丧 两年的时间等在那里 空等 没有做事情 how sad 多么的悲哀 对不对 所以在疫情里面 我想到确实有很多的不方便 我们要把那个口罩这样子 戴起来 然后很多的地方 好像有很多的restrictions 但是呢 这有这些的规定 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做很多的事情 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我们的生活 我们可以继续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可以继续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并不意味着我们非要躲在家里 在那里空等 所以你今天看今天的美国人 他的脾气很很暴躁 动不动他就打架 对不对 动不动就生气 已经没有那个文明礼貌的感觉 对不对 动不动就大打出手 所以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不做 把事情停下来 在那里空等 我想到在我们教会当中 在疫情当中 我们教会刚好 其实真的是神有神的安排 我们刚好停止了一年的时间 没有聚会 从2020年的三月的中旬 然后我们重开 那是2021年的三月的中旬 一年的时间 我们没有实体的聚会 我们就是没有实体 我们就是没有面对面的聚会 我们就每个人在 每个星期天上 我们就在YouTube Live 对不对 我们每个星期天上 我们就在那里上面 但是我发现 疫情以来 我们属灵的气氛 越发的活跃 越多的人参加祷告会 越多的人参加查经聚会 更多的人参加祷告聚会 更多的人参加晚上的一三周 晚上的参福聚会 兄姐妹 很多很多的人 我要告诉你 参福晚上星期一 一三周星期天晚上 那个discussion Unbelievable 非常非常的深入 非常非常的深入 探讨许多多的问题 那我们就一直在做 虽然我们不能够 不能够来到一起聚会 但是呢我们在线上 在Zoom上面 在YouTube上面 在那里聚会 我们没有在那里空等着 我们没有在那里空等着 有一天好像疫情 好像完全没有一个零case 然后我们才这样子 安心的来到一起聚会 我们没有 我们越发的连接在一起 各种的限制 每当有限制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给我们机会 机会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发挥我们的创造力 这个不行 我们就搬到Zoom上面 这个不行 我们就搬到YouTube上面 这个不行 我们就有其他的办法 弟兄姐妹们 在这段没有聚会期间 我发现大家的属灵生命在成长 大家的属灵的气息 在那里活跃起来 还有在这个没有聚会期间呢 我们的建堂的筹款到位了 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一切都说明什么 弟兄姐妹们 一些人在那里空等着 然后他们等了两年之后 非常的沮丧 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 因为时间是最宝贵 时间比钱要宝贵 然后我们呢 我们一直在做事情 做这个做那个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基督的教会 不仅仅只实验于这种实体的聚会 基督的教会 当我们不来聚会 在其他的地方聚会的时候 圣灵怎么样 圣灵继续的这样子 围着我们一圈一圈的工作 一圈一圈的工作 因为圣灵的工作是没有将界的 圣灵的工作不会说 我们就在这里 然后圣灵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工作 然后我们抹到另外一个地方 圣灵的工作就停止了 不会 圣灵的工作是没有将界的 你在中国 你在美国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圣灵在那里工作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没有空等在那里 教会不只是一个实体 tac wild 教会不匆心不只是一个实体的这种敬拜 远远超过这种实体的敬拜 因为有圣灵的工作 圣灵在我们当中 他就推动每一件事情在那里进展 所以真言书24章实节说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弟兄姐妹们把这句话写下来 记下来 记下来贴在你的冰箱上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哪一天有患难临到你的时候 然后你很害怕 你一定会跌倒 有一天你家里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很害怕很害怕 你就会跌倒 那件事情一定会把你拖垮 所以你在那个 你在那个试炼的日子里面 弟兄姐妹 你怎么做 继续做着你每一天该做的事情 很多人 像你自己弟兄姐妹 在疫情期间 你是不是停止了一些事情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聚会 已经包括今天已经五周了 有一些人继续都没有出现 所以他们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在疫情当中停止了一件什么事情 停止了聚会 觉得这个疫情 这个病毒已经盖过了这个 所以在疫情期间 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停止了一些事情 停止尝试做事情 真言书的智慧告诉我们说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弟兄姐妹们 每当有患难临到的时候 你要越发的保持正经 让你的生活保持一样 你继续的要求神 把钢强赚短的心赐给你 这样子你就有钢强的力量 所以今天的世界 有许许多多的动乱在那里 但是要知道我们不是无助的 我们不是无助的 因为神在我们的周围 一直都围绕着我们 帮助我们 有没有发现弟兄姐妹 抱怨最多的人 是没有去服事别人的人 教堂里面也好 社会当中也好 那些抱怨最多的人 抱怨政府这个没有做好 那个没有做好 这个没有做好 那个没有 是怎么样 没有工作的人 他有工作 瞒得不得了 教堂里面也是 你一听到弟兄姐妹 谁谁谁在那里抱怨 你就说 你就可以一个等号就画出来 他没有服事 如果一个人在教堂里面 有服事 服事已经买得不得了了 他如果有服事 他就知道这个查经不容易 他就知道这个 带左右学的不容易 弟兄姐妹妹 你开始服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一切都不容易 所以那些最贵抱怨的人 Pay attention Pay attention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喜欢抱怨的 你就知道这样的人没有服事 他没有服事的心 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是 觉得你们要服事我 所以我就理所当然的 他就蹦 他就开始抱怨 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如果你想要服事的话 弟兄姐妹 让我和知识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参与到服事当中去 还有第四个呢 也是非常普遍的 人的借口 没有看到神的意象呢 哦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 所以传道书还是有智慧 告诉我们说 看风的必不撒种 万云的必不收割 你如果确切的想要等到 明天具体会发生什么 然后你才去做 你空等 你什么都等不到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在神邀请我们 进入到新的旅程里面 神邀请我们 去看清我们前面 要做事情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停止找借口 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借口 在那里找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能 那个不能 有许许多的借口 放在我们的口当中 阻碍我们去看见神 那第二个呢 第二步呢 去看清神的意象 除了第一 不要打借口 第二呢 积极的 看我们手中 有哪些资源 把你手上可以用的那些 resources 那些东西 你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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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列出来 然后你评估一下 哪些东西 你可以真正的用起来 哪些东西你不行 你就把一个清单 弟兄姐妹们 把清单这样子列出来 你的生活里面 有哪些的产品 是可以交给神用的 我列了几个问题 可以帮助大家来思考 第一个问题呢 你可以问 我有哪些的资产 我的生活里面 有哪些资产 我的生活里面 有哪些有价值的东西 是可以给神使用的 你可以看看 神教给你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神给你属灵的恩赠 神给你的心 神他给你的能力 神给你的个性 神给你的精力 你也可以看看 你的身体条件怎么样 还有你看看 你的教育条件怎么样 你的财务状况怎么样 当然更加不要忘记一点 属灵的产业就是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女 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是最高层次的那位神 最高层次的那位神 他在最高层次 我们一相信他 我们就拥有了 最高层次的资产 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不需要知道 这个宝库的钥匙在哪里 这个属灵的宝库的钥匙在哪里 我们只要认识那位 拿着钥匙的神 我们就有了意见 所以问问我们自己 有哪些 我们生活里面 有哪些东西 是可以被上帝使用的 我们生活里面 有哪些的属灵的恩赐 可以被上帝使用 你很强壮 你有时候就可以搬东西 你很会有领导 你很有组织的能力 你就可以来到教堂里面 帮助弟兄姐妹们 把东西组织起来 还有可以问的弟兄姐妹们 问问自己 常常问问自己 我学到了什么 比如说在过去的两年 多的时间里面 问问自己 我学到了什么 在这一场疫情当中 不要管别人 你坐下来 写下来一些功课 你学到的 关于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你的家庭 学到了什么功课 经历了什么 关于神 神在这两年里面 给你什么功课 你的工作 你在教堂里面的侍奉 不管什么 弟兄姐妹们 你坐下来 把那些东西写下来 我发现写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说 你要做见证 你先把它写下来 那么华人教会的特点怎么样 他说 哦我不想写 我不用写的 我到时候就圣灵的感动 弟兄姐妹们 Let me tell you 圣灵感动 当你站在人前 你紧张的时候 圣灵无法感动 圣灵没有办法感动 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你一定要把那个东西写下来 这是东方人的特点 不想写 就说等到时候 我就临场发挥 我就圣灵感动 没有这回事 你紧张的时候 圣灵不会感动你 你当众目睽睽 看着你的时候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What to do 你一字一句 一字一句 一字一句 写下来 那你就知道圣灵的感动 在哪里 弟兄姐妹们 你坐下来 想想看 过去一段时间 神给你的家庭 给你个人 给你自己 给你的服饰 有那些感动 你坐下来慢慢写 你就好像你写 微信的那些东西一样 你就一字一句 一字一句 慢慢写 神在这两年里面 第一点 神教你什么功课 第二点 神教你功课 一 神给你的丰富 二 给你安静 你把你吸收到的功课 一样一样一样的写下来 弟兄姐妹们 想想看 为什么 我突然间想到 之前想到的 为什么写是很重要的 上帝把什么东西 写下来给以色列人 上帝用手指头 写下来 十戒叫给以色列人 因为你东西不写下来 你马上就会忘记 以色列人记不住 所以上帝就用手指头 把那个十戒就写下来 帮助以色列百姓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生活里面 把那些东西记下来 把那些东西抽取出来 可以帮助我们看到 可以帮助我们看到 一个新的开始 在加拿大书三章四节里面 这么说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他就告诉我们说 不要浪费你的精力 你受苦很多很多 不要突然 但是你要做什么工作 你要总结 你不能过了就忘了 过了就忘了 弟兄姐妹们 尤其你要花注意力 去注意你 经历过的那些痛苦的经历 那些痛苦的经历 过去 过去 不管什么时候 小时候也好 中年也好 什么时候 你把痛苦的经历 要这样 pay special attention 因为神从来 不会浪费那些痛苦的记忆 上帝不会浪费那些 痛苦的经历 上帝也不要浪费 我们的错误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你可怜 其实每一个痛苦的经历当中 都有神的旨意在那里 神不愿意我们在 那个错误 当我们去 当我们去注意那些痛苦的经历 或者我们犯了哪些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下一次 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错误 从这些痛苦当中 学习该学的功课 还有我想到 历史当中伟大的创新 都是建立在错误之上 今天的technology 每一项伟大的创新 都是先它试了几千次几万次 错误 然后成功 发现发明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要总结过来 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 神让我们学到了什么 尤其这过去两年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personally 都经历了很多 神让我们学习了什么 而且圣经也讲过 我们学习很多很多 这些外在事物的同时 学习它的话语 在提摩太后书 三三十四节说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所以把那些真正 真正学过来的东西 放在心里 存在我们心里 到时候它就可以帮助我们 看见神的意象 看清神 还有呢 听众姐妹们 当你问问自己说 我有哪些资源 可以用的时候 你也可以问问自己 哪些人可以帮助我 在真言书十五章二十二节 实在有太多的智慧在当中了 他说 不先商议 所谋无效 谋事众多 所谋乃成 那些人 那些人们最普遍的 无法达到自己的梦想 无法 无法看到自己的意象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呢 自我骄傲 他们太骄傲了 不愿意询问别人的意见 但是 真言书这里告诉我们说 不先商议 所谋无效 谋事众多 所谋乃成 所以你如果一个人管自己 你在计划一样事情的时候 经文怎么讲 所谋无效 你不会达到你那个效忍 你不会达到你那个谋略 那个计划不会完成的 但是你如果多多的去问 问问他说 这个事情怎么样 你问问他说 这个事情怎么样 哇 所谋乃成 你就做成了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我自己可以 我自己可以做 我自己可以走 我自己可以做这个 我自己可以做那个 圣经怎么说 骄傲最终 影像 虐亡 同时呢 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 为什么 因为那些谦卑的人 你可以教他 你可以把建议给他的时候 他就真正的听进去 他就领悟进去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已经懂很多 弟兄姐妹们 你走不到那个目的地区 不先商议 所谋无效 你一个人在那里 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 他什么事都不跟别人讲 他就 everything他就盖起来 失败也好 成功也好 但是这里讲呢 你什么事情都盖起来 一个人 失败在等着你 所以我现在已经学会了 现在真的已经 我不能够说我自己老了 但是我觉得越来越 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越来越发现 问问他这个事情怎么样 你问问他这个事情怎么样 多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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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谋事众多 就有很多很多的智慧 所以为什么那些 有很多朋友的人 他做事情成功一点的 这是有根据的 有很多的朋友 他有很多的谋事 在他的周围 还有有些人来自大家庭里面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表哥表姐 阿姨 舅舅 很多很多人 他围着他 给他建议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孤零零的 他做事情 就会失败 所以当你觉得自己 孤零零的时候 你就问问神 神 哪些人可以帮助我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教堂里面也好 你在外面也好 都问自己 哪些人可以帮助我 哪些人可以给我一些智慧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自己的智慧 太有限了 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 我自己懂很多 我很厉害 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做 叫做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你觉得自己很懂很懂 别人比你更懂得多的是 你觉得自己有钱 Please 别人比你有钱得多的是 人家不告诉我你而已 所以谋事众多 可以帮助你 所以当我们去 有时候看不清神 给我们的意向 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问这几个问题 我的资产是什么 我的生命里面 有哪些东西 我可以用起来 可以被上帝用的 问问自己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神啊 我学到了什么 神我学到了哪些功课 在这个痛苦的记忆当中 在这个痛苦的经历当中 在这个错误当中 我下次该怎样避免 第三 问问我自己 作为哪些人可以帮助我 还有作为哪些人呢 他会把你拖下水去 他会叫你今天不要去聚会 他叫你今天去玩 去做其他的事情 Something like that 会有的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第三个呢 在意向当中有新的开始 兄姐妹们 在信心当中工作 在信心当中采取行动 神绝对不会在我们的 抱怨声当中开始工作 你越抱怨 上帝越不工作 但是你在信心当中 开始 开始行动的时候 神就祝福你的信心 在马太福音 九章二十九节说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照着你们的信 给你们成全了吧 我想到有人可能会问我说 牧师啊 那我怎么知道 我这个行为是在信心当中 做的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说 我有时候常常也这么想 神 我怎么知道 我这个行为发出来的 我所做的 是在信心当中 还是基于我自己 还是基于软弱 还是基于我自己的私欲 三下刚掉 我们有哪些的行为 是基于信心 有哪些的行为 是基于我们个人 我想到的答案是呢 我要告诉你 当你尝试做一件事情 你尝试做一个计划 你开始做 你发现你自己做不了 当你开始进入到一个计划当中 你开始惧怕 你开始害怕 你开始紧张 然后这个观景把你推去 你必须要相信神 这个就是基于信心 一样事情 你如果十拿九稳 用钱去解决 用人际关系去解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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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是信心 那个不是信心 那个是人意 那个是人 一样事情 你觉得自己百分之百 十拿九稳了 我自己OK了 不是信心 当你尝试去做一件事情 你突然间进入到一个环境里面 你发现 哇神啊 我做不了 我得靠你 信心 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去 做事情的时候 不是基于血气 不是基于人意 不是基于我们自己 基于信心 开始做事情 每一件事情 靠着神 每一件事情 靠着祂的权利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弟兄姐妹 其实每当你 树立一个目标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 信心行为的表现 每当你树立一个go 说我要这么做 这就是一个 信心的表现 当你树立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就跟神说 神啊 你帮助我 神有你的帮助 然后到这个期限的时候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帮助我完成 这个具体的任务 这个确定目标的行为 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神尊荣信心 要知道大多数人 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从来从来都没有树立信心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给他们的生活 树立目标 因为人们害怕失败 人们缺乏信心 所以这就是大多数人 为什么他们的生活 从来没有给自己设立目标 所以我想到 在这个疫情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有些人会进一步问 进一步问说 那这个疫情还没结束 一下子这个变 一下子那个变 那我怎么给自己设立目标呢 这个疫情持续 要持续多久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生活 要怎样 树立目标 教会也好 有时候我想到 教会怎么样树立目标 听见没有 我想到 有两种方法 当这个大环境不好 有一天战争来了 疫情来了 灾难来了 逼迫来了 不让你信耶稣了 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 当我们来设立目标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场景式的设立目标 就是你设立多个目标 你很多的目标 这个目标 那个目标 这个目标 那个目标 一个多个目标 你设置起来 场景式的目标怎么样呢 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你就查着那个目标走去 那如果这个场景没有发生 你就往那个方向去 就继续那个目标 为什么呢 经文的根据告诉我们说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这就是场景式的目标 你设立很多很多的目标在那里 但是最终呢 神带领你走路到一个目标里面去 所以在疫情 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或者下一场 下一次有战争来的时候 场景式的目标 我们就设立多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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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因为最终上帝给我们的 让我们只有走一条路 还有呢 我想到的是 在这样的疫情当中啊 有很多的活动都被停止 很多的activity都被restricted 不能做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专注在内在品格的建造 如果我们知道明天或者明年 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我们可以专注在活动上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设立很多的activity 我以后要做什么 我要到哪里去 我要怎么做 但是 当事情不稳定的时候 就像这个 something like this 这个情况不稳定的时候 兄姐妹们 你我可以设立的目标 设立内在的目标 设立品格式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 品格式的目标就是 哦我要做怎么样的人 我要怎么样的更像基督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我要怎么样变得不一样 我们要怎么样变得更加的像基督的门徒一样 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说 神啊 我要多花时间来对付我的软弱 我要多花时间来祷告 你要知道 这些内在的操练 弟兄姐妹你在哪里都可以操练 你在监牢里可以操练 你住在家里可以操练 你在哪里都不 这些内在的操练 不局限于外在的环境 到底会怎么样 这些内在的操练 不在乎于 这个疫情会持续多久 所以当你想到 神啊 我要做什么 当你想到 神啊我要有意向 你要设立目标的时候 你不用去操心 这个疫情到底有多久的 弟兄姐妹们 你专注里面 你里面要建造 你里面要怎样的 有基督的品格 你怎样的多祷告 你怎样的过境前的生活 这些都不在乎那些 这些都不在乎 所以有一些教会 如果如果有一些的教会 他们疫情之前 从来都是一个 从来没有坐下来读圣经的 因为他们总是要活动 动不动就跑到那里去活动 但是一些教会 另外一些教会呢 坐下来就是读经 坐下来就是祷告 坐下来就是讲神 这样的教会可以活下来 相信我 这样的教会可以在内在里面 可以开始建造 因为这些内在的建造 不举行于外面环境怎么样 他们时时刻刻可以坐下来 在电话里面就可以讲神 你一讲神 上帝就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讲上帝 上帝就在那里 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关注我们内在的品格 神关注我们整个教会 内在的品格 不单单我们几个人 所有人 内在的品格怎么样 因为上帝很关注很关注 我们的内心怎么样 如果每一个人只是虚假的 来参加一些活动 来看来来星期天 来来这里参加一下 上帝不在乎 上帝在乎我们里面 是不是像基督一样 里面是不是爱他 里面是不是爱他的圣洁 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圣洁 神注重我们的品格 远超过我们做事情 你做再多的事情 神不在乎 因为神不关注我们 在地上到底做什么工作 做了哪些事情 这些东西都不能跟着我们 到天上去 但是我们到天上去 跟着我们一起的 是我们属灵的品格 有一天会跟我们到天上去 所以弟兄姐妹们 谢谢记得 你做什么 不会跟你到天上去 但是你属灵的品格 跟着你 所以西伯来书 十一章六节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所以你里面的信心 有没有在那里建造 建造起来 有没有大起来 信心有没有长大起来 That's what God is looking for 所以回去想想看 神我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是注重 继续注重外在呢 还是注重内在 想想看 还有呢 但神要给我们新的开始的时候 在意想当中 上帝要给我们新的开始的时候 重新的去聚焦我们的思想 之前我们想世界 现在我们来想神 过去六个月 六月份当中 我们的系列主题 就是关于 重新聚焦我们的思想 所以弟兄姐妹要更多的去听的话呢 可以回到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上面去听 然后第五个呢 当我们去思想未来 当我们去思想在意象当中 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 弟兄姐妹 有诸多的东西 我们无法控制 诸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会怎么改变 我们可以相信神 相信神 他在做什么 要知道 许多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工作的时候 我们看不见神 在那里工作 或者有时候 当我们看见神 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神你为什么这么做 神你为什么 使这件事情发生 神我们会不明白 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计划 和动机 往往就是好的 我们可以相信他 甚至当我们不明白 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 我以一个原则 作为今天的总结 有一天 上帝跟先知耶利米说 耶利米啊 你去 你到一个 姚将的家里面去 Portus House 上帝说 你到姚将的家里面去 你到了那里去 我就有一个message给你 我有一个信息给你 然后耶利米先知 就咚咚咚咚去了 耶利米先知 他都根本不知道 上帝 要在那个Portus House 那里跟他讲什么 但是他还是去了 去那个姚将的家里面 然后耶利米先知 去了姚将的家里面 怎么样 他看到姚将坐在那里 然后当中的轮子 在那里转动 对不对 轮子转动 转动 他开始看 这个姚将 就在用他的手 就开始做这个器皿 然后耶利米就注意到 一件事情 18章14 耶利米书18章4节说 姚将用泥做的器皿 在他手中做坏了 他又用这泥 另做别的器皿 姚将看怎样好 就怎样做 上帝说你去 你到姚将的家里面去 我要给你一个信息 然后他去了之后 就看到这个姚将 制作的一个过程 他做 然后有东西在泥土 做坏了之后 然后他又开始 用这个泥土 做别的东西 耶利米就看到这个 这样一个场景 那这个场景呢 兄姐妹们 给我们看到 一个原则 三句话 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生活里面 没有 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 计划的那样 一样一样一样 顺利的进行 家庭也好 教会也好 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身体健康也好 不会像我们想象的 一页 这样子顺利顺利顺利进行 当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 当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 姚将就会重新的开始 那么但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他重新开始的时候 他会用之前 已经用过的泥土 他不会把之前 那个泥土这样子 扔掉 不要 他用原来同样的泥土 他不丢弃原来的泥土 他会用同样的那个粘土 继续的重新打造 所以耶利米看到 这个场景之后 他不清楚到底 上帝要跟以色列 跟他要讲什么 上帝跟他说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带你们 岂不能照着摇将弄你吗 以色列家 你在摇将的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弟兄姐妹们 这个就是一个原则和一个应识 可能我们过去 或者我们的心灵里面 一团糟 可能过去两年里面 你的灵性生活非常的软弱 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 灵性生活非常的软弱 我看看我就知道 我怎么看我知道 弟兄姐妹 他不出现在聚会当中 说 I know 他软弱 一个刚强的人 他喜欢跟神的儿女在一起 一个软弱的人呢 不会的 相信 me 一个刚强的人 喜欢跟上帝的儿女走在一起的 那些不忍不乐 软弱的人 他有一次没一次 他想来就会来一次 下一次随随便便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神就是 如果你过去的生活里面 一团糟 一团乱 软弱 有许多的伤口 别人造成你这个伤口 你自己造成自己的伤口 别人的决定造成你受伤 你自己那些选择 造成你破碎不堪 弟兄姐妹妹 我们就是那个器皿 那个摇将手中的器皿 就是你和我 有很多破碎的地方 从一个不明智的决定 到了另外一个不明智的决定 从一个糟糕的环境 到另外一个不理想的环境 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走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 顺利的走出来 但是要知道我们不是摇将 你和我都不是摇将 上帝才是摇将 我们是泥土 我们就好像那个泥土一样 但是在这个功课里面很重要的是 上帝不会把原来的泥土扔掉 神从来不会说做这个泥做坏了做坏了 扔掉不会 上帝不会丢弃 上帝不会因为说 这个环境把这个人给扭去了 上帝说这个人不配做我的恩怨 把他扔掉 上帝不会说 这个人做了错误的选择 这个基督徒软弱了 上帝把他扔掉 不要 不会 神从来不会丢弃你和我 那个泥土 神重新把它拿过来 神重新把它拿过来 放在他的手上 神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部分 好的也好 坏的也好 丑陋的 美丽的那些经历 上帝全部的把它放入到他温柔慈爱的双手里面 那个温柔慈爱大能的双手里面 然后神就怎么样 我们Virginia Beach也有Norfolk也有Portus House 你去玩 他有那个人在那里转动 然后呢 你就开始捏 对不对 你的手就开始按进去 各个方向角度按进去 神也是 神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 他就把那个压力 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来 他就压我们 让我们成长 他就压我们 把我们雕琢 一个个的 一个个的 把我们淘造 把我们雕琢 把我们雕琢成 美丽的艺术品 所以这样子 当那个艺术品被造出来之后 就带荣耀给神 也归尊荣给我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次 让自己身处在上帝 那个慈爱的双手的怀抱当中 神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做捏造 做打造的功课 所以每一次神在那里 捏造打造 他就把一个个器皿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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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皿 就这样子打造出来 这个打造的过程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兄姐妹们 在意象当中 当我们去看未来 看一个开始 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想想看 神有哪些的东西 要我们去学习 不要再去找借口 不要再去找借口 说我不想去聚会 其实礼拜天早上 在美国 不来聚会 什么 都是借口 然后呢 怎么样想想看 有哪些的资源 你可以利用 你里面 你外面 你的技能 你拥有的 还有当你去 想想 自己要有新的开始的时候 你的所作所为 你的计划 是在信心当中呢 还是建立在自我当中 还有 重新聚焦我的思想 这是一切的开始 弟兄姐妹们 我邀请大家 可以去听听看 六月份的那几个奖章 每当你要有新的开始的时候 你的思想观念 先要转变 最后一个呢 相信神 信靠祂的能力 信靠祂的作为 好 我邀请弟兄姐妹们 一同站立 我们来上 结束诗歌 我邀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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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我邀请订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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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